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9月22号周三 美股尚未开盘 美国纽约 美东时间现在是8点51分 感谢大家来到由First Trad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员联合为大家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期权的实战系列公开课内容 那今天周三比较关键的一天 也是Fat Day 美联储会议 今天鲍威尔会讲话 预计在两点钟会公布利率的决议 预期上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 但是会对接下来收紧或者说加息的预期可能会有一定的暗示 两点半的讲话 鲍威尔也会有一些记者问他 说不定会对市场带来一些新的动能 简单的明天声明 我们如果大家选择继续观看 参加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这是本次的班车计划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当中 一会儿呢 大家有任何问题啊 欢迎在Zoom这里有一个问答的按钮 输入您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看看大盘啊 前面周一周二 其实我们讲的内容挺多的了 对吧 挺多的了 一直在跟大家说到的就是 这次的市场 那我觉得中长线来说啊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吧 会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无论是从月线图来说 还是说从周线图来说 那我觉得这个上涨的趋势都没有改变 而且现在也跌到了 月线图或周线图不错的一个位置啊 我们看一路过来 只要大盘出现这种三五个percent的回调 我觉得长远来说 都是很好的买入机会啊 当然这可能只能局限于是长远来说 对吧 短期我觉得市场还是会有很多的震荡的 那么看月线图的话 每当出现像这样的回调对吧 三个月内啊 我们会发现会有很好的机会 对吧 所以这次回调 总的来说 我觉得会是中长线的一个上车 或者是建仓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股票 值得介入在这个回调啊 或是震荡结束之后啊 那当然现在目前我觉得 市场从月线图来看 对吧 还有很多种可能性 从周线图来看 目前是踩在20天周线 20周的均线这里啊 20周的均线 我们看一直以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趋势支撑 同时我们看到日图的话 现在形态有点破了 但日图也跌到了区间的下沿 波伦局变两方差的区间下沿 同时我们看到 另外一方面VIX啊 恐慌指数 也来到了关键的阻力啊 所以我觉得市场短期会有一些超 买 呃不好意思超卖对吧 市场肯定会有短期会有超卖 然后这个超卖之后啊 会有一些反弹 对吧 我们看Bollinger Band 呃 还是对这些品种 大品种非常好的一个参照作用啊 尤其是我们看到VIX 疫情以来的这条趋势线啊 我们看到是在呃 周一周二的时候是有触及到 对吧 那这里大的一个圆弧的形成 最终风险爆发起来 那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预期啊 但现在如果说维持在两方差的波伦局变以上 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一路过来可以看到除了疫情期间比较极端的情况以外啊 之后我们看到市场更多都是一天或两天在两方差的波伦局变以外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VIX是很难维持在高位的对吧 如果维持不住 可能会阴跌下来 那对大盘来说会有一些短期的反弹 但如果反弹结束之后啊 VIX补了这个缺口 甚至如果又开始慢慢的震荡 想要再往上冲的话 那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对吧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波伦局变已经打开了啊 所以我觉得第一腿可能已经跌完了对吧 现在看看市场会不会有第二腿 那第二腿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很多大的龙头公司能否起稳啊 那我们其实之前也说过 大市值公司 对吧 每当大家对市场可能比较迷茫的时候 多看一看大的市值公司是怎么走的啊 那么看最近苹果呢 跌到区间的下沿 这里是有支撑 微软其实在这里也有支撑250 我们看昨天周一周一的时候有触及到对吧 那谷歌也是跌到这个位置有支撑 我们看很多股票 其实都是在趋势或者是平台的支撑的位置啊 所以我觉得 最近市场的反弹 是在大科技股或是大龙头股的起稳的带动下 对吧 有这样的反弹 那当然除了Visa或者说是阿里巴巴这些可能比较麻烦一些啊 那其他我们看到都还是在一定的支撑范围内的 甚至还有一些特别的强势的股票 像这个Home Depot啦 还有一些这个必需品消费类的也很强啊 还有一些半导体类的也看到最近的相对的强势啊 大科技里面就是谷歌显得比较强了啊 包括还有奈飞其实也比较强 但市值上没有排在前20对吧 所以这里显示不出来 那我们看到大市值的公司最近其实都在支撑啊 都在支撑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30分钟的趋势已经转头向下了啊 15分钟5分钟 这些短线的趋势目前还不太明朗啊 那如果说呃市场要出现大的反转的话啊 那我觉得必要的一个条件啊 我们先不管别的条件是什么 对啊 我觉得必要的一个条件是呃 必须是大市值公司起稳对吧 必须在15分钟30分钟先起稳啊 如果他们起稳之后有一个平台了 或是做一个底部的形态 哪怕是圆弧底也好 双重底也好 多重底也好 对吧 头肩底也好 各种底部形态 只要形成确认啊 那我觉得大市值公司 可以把大盘拉向更高的位置 那大盘可能就回归到一个健康的一个节奏了啊 跟目前我看到 我严实上早 对吧 虽然说我看到有一些底部的 形态的形成 或是头肩底的形态的形成 那我们看到很多还是没有非常扎实的一个底部啊 那我觉得至少要做一个是吧 W底双重底或抬高的低点 或是圆弧底或是头肩底 这样的形态 如果能在更多的大市值公司 或者说指数级别的股票上面 甚至说指数上面能产生出来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好的一个 底部潜在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啊 那目前我们看到比较强势的中小盘 我们看到很多的股指都已经跌穿了波林局边下沿 那中小盘是最近比较强的 所以中小盘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的 所以我觉得优先要观察中小盘是否在做底部形态啊 我们看中小盘确实在做底部形态 对吧 这是一个从20号周一周二到今天周三 再开始做的一个圆弧底 对吧 这个圆弧底从原来的下降趋势 到这边开始出现不断抬高的低点 甚至这边想要突破颈线去补这个缺口 那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的话 那我们可以找到市场的一个领导者所在了 对吧 就是中小盘 不受什么恒大事件影响的美国本土的公司啊 因为美国本土公司可能没有太多国际性的这种牵扯啊 不像说恒大可能会牵扯到一些美元债啊 可能会对全球性的银行或者说地产会有一些影响 对吧 但是可能对美国本土的公司不一定会有太多的影响 对美国本土的中小盘的公司 那我们看中小盘最近也是有相对的强势 对吧 同时我们也看到道指似乎也是想要做啊 但目前相对较弱一点点 对吧 道指的日线图也是跑到区间下沿了 QQQ 我们看到日线图也是跑到两方差 波润巨变的下沿了 但是我们看到也是想要尝试做底部 但目前这个底部我觉得还不够长 对吧 还不够长 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判断啊 那目前我看到中小盘的强势啊 呃这个是可以体现在个股方面的对吧 那我们看标普500 这边是比较中立的一个表现啊 那中小盘的强势 那这边就有很多很多的个股机会了 像昨天的这个什么 re-rock robotic 从一块多搞到两块多的这个股票 包括今天早上还有什么 marine software 这也是昨天有大量期权异动的啊 包括一些小的中盖对吧 stitchfix ater 这些中小盘的龙头股 依然还有很强的动能啊 sava 呃 还有crvs 对吧 这也是一直拉伸的一只要股 我们看到在涨幅榜里面 还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有大量资金流移动的啊 中小盘的股票 对吧 里面大部分很多都是一些成长啊 这个怎么说呢 更多是动能类型的股票啊 动能类型的股票啊 按市值排列的话 我们看今天早上盘前 有26只股票是高开5%以上的 按市值排列最大的就是中通快递 反而中通快递 最近我们看到是有相对的强势出现了 不太理会别的中盖对吧 自己走自己独立的行情 然后后面我们看到都是一些小盘股了啊 都是一些小盘股了 呃涨幅比较凶的 我们看到也是最近 异动比较强的啊 Marin昨天有大量的异动 对吧 Sitchfix Sitchfix 还有ATER 也是有 还有这个SAVA 啊 也都是有大量异动 这些股票 我觉得都是短期 值得注意的一些动能股啊 动能股 当然这些股票需要 特定的交易者去关注了 可能不太适合所有人 对吧 所以这边时间关系的话 我就不做过多的讲解 但我们看到中小盘股 还是非常活跃的 那大市值公司 如果倾向于稳定的话 那也是好事 我们看今天早上盘前 一片祥和 因为昨天的A股港股表现 还可以恒大事件 暂时告一段落啊 暂时告一段落 呃能够把利息给得出来 对吧 那暂时没有债务违约 那还算是个好事 对吧 感觉中国政府可能也有介入 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影响 降到最小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美股会有积极的反应 当然最终恒大可能还是会落幕 对吧 但我觉得这个事件 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可能暂时告一段落 那现在就要看美股自身 能不能起来了 对吧 那我们看美股今天早上 基础原料类的 还有说能源类的 是反弹最凶狠的 这两个也是会受到中国经济影响比较大的 对吧 如果说中国占两个GDP的影响的恒大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对吧 那对基础原料类的会是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两天有大量的能源跟基础原料的 抄底的资金流 对吧 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反块反弹最凶 同时银行也是反弹第三凶的 那这个很好理解了 对吧 很好理解了 那如果说有银行 两大马车 对吧 一个是科技 一个是银行 如果银行领头 那科技其实后面一点点也无所谓 对吧 也无所谓 只要有一个领头 大盘我觉得就是比较健康 一天早上清一色的 全部板块都出现了反弹 那我们看这一周表现比较差的 我觉得依然是可以重点关注的板块 包括说这一个月 这三个月内表现比较差的 依然我觉得是重点关注的板块 那说到比较差的板块 XLB 基础原料类的 我们最近基础原料类的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落了 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新高了 对吧 那现在是跌到了区间的下沿 那我觉得这个支撑还是蛮强的 对吧 如果喜欢这种钢铁铜类的 我们看铜类的公司 飞破卖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 对吧 美国钢铁我觉得可能比铜会更好一些 美国钢铁最近是有比较大的超底的移动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钢铁公司 我们之前也讲过 之前也讲过 美国钢铁现在目前是在一个区间的下沿支撑 很好的位置 那钢铁类的公司 我觉得有特别特别的多 整个基础原料方面 整个基础原料里面 你要做钢铁的 你没有太多太多选择了 有太多太多选择了 这边可能比较好的CLF 对吧 最近大家比较熟悉的 包括MTL 俄罗斯的钢铁公司 那我觉得这支依然是最好的选股 除此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也是很好的 Steel Dynamic New Core 还有这个Tim Ken Steel 这都是很好的选择 还有一些中盖的 还有一些巴西的钢铁公司 看你有没有国家的偏袒 或是特殊的一些偏袒 我觉得钢铁类型的公司里面 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喜欢铝的话 美铝也不错 对吧 美铝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些回调 但我觉得回调的幅度太小了 所以暂时不做考虑 然后之前我们比较喜欢的钢铁 也是出现了不错的一个回调 对吧 回踩了一下之前突破的平台 那我觉得又可以关注 还有另外一支小股票 又DNN也是很好的一支右股 对吧 像这些基础原料类的股票 我觉得都可以关注 包括还有稀土类的了 也是最近没有什么太多参与 这个基础原料行情 但是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些 跟大流回调的这种节奏 对吧 那我觉得也是跌到了 关键的支撑位置了 也是可以考虑 整个基础原料类的 我觉得会有一些不错的机会 在 因为整体市场 目前我觉得还是一个抓价值 对吧 资金轮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如果涨了很多的 最近半年三个月 那要小心 当然科技股 依然很好的成长的动能 对吧 带动大盘的能力 但我觉得机会可能 还是在这三个月 这一个月 还有这三周 一周内跌的比较多的 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尤其是基础原料类的 然后能源类的 其实也有一些机会 我们看原油价格 一直很强硬 包括天然气价格也上来了 那这个将会利好油气公司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眼 这些大的ETF XOP还是不错的 对吧 然后OIH能源服务 也还可以 但是能源公司XLE 其实感觉还是相对较弱一点的 没有说原油价格这么的坚挺 相对于说原油价格来说 已经跑到 这个下降趋势的上面 去了 但是XLE目前还是感觉有点萎靡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原油股票 可能更多还是选股比较重要 那之前我们可能比较喜欢的OXY 也是大盘表现 BP 还有说这个Phillip66 这些都很好的吃分红的股票 当然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黑马性质的原油股 像AR或CRK 这些我们说到的一些 这些股票依然还是有很好的 向上的空间 尤其是CRK 对吧 依然喜欢也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黑马的原油股 对吧 那我觉得 每一个板块或是每一个概念 不需要关注太多 有一两只就可以了 甚至有那么一只 重点关注的就足够了 对吧 就足够了 那就是关于板块跟个股方面 我觉得跟大家点一点 对吧 跟大家一点一点 那本周 之前周一周二 我们都在忙着讲的大盘 对吧 没有太多讲解财报 那本周也有一些财报相关的东西 像Adobe System 昨天盘后财报不太不太行 对吧 包括FedEx财报也不太行 当然这些我觉得对大盘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Stakes Fix 本来想说大跌有机会抄底的 没想到直接涨 对吧 还有这个ACB也是一只大马股 也没什么太多特别的 今天早上跟随学财报 我们看到跟随学高途 也是我们本周每周一股里面 重点讲到的 那我觉得这只股票 没有什么太多的长远跟进的价值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短炒的意义在里面 那说不定财报会带来一些动能 另外今天盘后还有Blackberry KB Home Steel Case 当然这些我觉得对市场影响也不大 我个人也没什么太多的看法 Ride Day我是比较喜欢的 如果有回调的话 我觉得Ride Day在疫情后阶段 是有不错的这种 怎么说呢 恢复成长性的 因为大家可能会需要去打疫苗 这是一个对吧 包括可能定期要去打疫苗 接下来 然后包括可能要去药店买东西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能够带动起来的 然后还有就是Nike 在周四也会有财报 Nike最近也是冲高回落 涨那么多终于回来一点点 那看能不能把这个缺口给补了 我感觉有点难 对吧 上一次是财报是把这个缺口给打开了 对吧 那这次财报能不能把这个缺口给补了 感觉有点像做梦一样 对吧 我不知道会不会补了 但如果补了的话 可能会是好机会 但不补的话 可能也没什么特别的机会 对吧 Costco很好的公司 没毛病 只能希望他多回调一点了 chip.com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还有Valley Resort 这也是滑雪酒店 赌场酒店类的 这些可能也没什么特别多值得关注的 AMAT周五财报 如果大跌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没有跌的话 这些股票我觉得也不太值得关注 对吧 比较小的小盘股了 好 那这是关于财报 先跟大家说一下的 然后今天的话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鲍威尔会讲话 对吧 鲍威尔会讲话 那我们看看最近啊 恒大事件包括美股的横调 这个回调发酵 对市场的影响 有对金融市场 对债券市场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吧 尤其是对美元国债 有一定的冲击 同时也会影响美联储 接下来加息的预期啊 我们看美联储这次会议 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 对吧 在年底11月份 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基本上板上钉钉 维持零利率 一直到明年 这也是鲍威尔之前承诺的啊 但是看看这个日期会不会有改变 那我觉得在近期 变种病毒的侵蚀下啊 美国经济数字增长 风险出现了放缓 包括还有些外围市场的一些风险 那接下来到年明年啊 明年年底的加息的概率 我们看到 最近这个概率又下去了 对吧 说明在这个市场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啊 美联储还不能加息 对吧 还不能加息啊 到年底 我们看原来这个概率的话 是有到30个percent 对吧 接近30个percent的 我记得啊 没有到50个percent吧 那现在的话 我们看年底的概率 其实很难说啊 感觉目前大概率来说 还是2020年 22年不好意思 22年是不会加息的 因为目前加息概率就37.7 不加息的概率的话 维持现在的话是46.5 然后到23年 也有数据了 23年数据出来之后 也是差不多 感觉我们这边是到23年 都不会加息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那如果美联储如果有暗示 接下来加息的话 那不得了了 对吧 或者说有任何 想要加息的这种理由出现的话 那我觉得市场会有更大的调整啊 那这个才是美股 我觉得真是真正根本 值得去注意的一个因素 对吧 一旦加息的日程定了 或者说给了这样的理由的话啊 那就要小心了 对吧 不是说恒大的事件 恒大事件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影响啊 那我就进入到冀绩性的弱势 加上恒大的事件会带来一些动能波动 对吧 但是这个影响不会是长远的 最终还是会翻篇的 但最更长远的影响还是说美联储啊 对美股获得各大资产价格的一个影响 对吧那看今天呃两点钟鲍威尔 两点半啊鲍威尔怎么说了 对吧看鲍威尔怎么说了 那目前来看 这个加息的概率啊 我觉得是几乎为零 对吧可以说是几乎为零了 美联储是不会加息的啊 但呃不加息无所谓 对吧 未来总会加息的 只是什么时候怎么样一个加息的方法 因为什么原因加息而已啊 那我觉得未来总是还是要关注这个东西的 同时还有就是缩表对吧 你不加息可以 但是你要缩表吧 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购买 那我们看目前美联储的这个balance sheet啊 是不断上升的 从疫情期间啊 出现这种负面的反应之后对吧 直接一个大跳跃啊 到后面的话继续稳固的固定每个月支持 大量的资产购买对吧 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其实就相当于说印钱了对吧 相当于说发债印钱了 这个美元呢 平白无故的在空中飘 像开的直升飞机一样啊 撒钱对吧 给空中撒钱 然后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同时也助长了所有价格的上涨 对吧 所有资产价格的上涨啊 呃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比特币 为什么涨那么多 为什么大东商品涨那么多 为什么美元一直往下跌 当然美元最近有点跌不太动了啊 可能有缩表的这种预期 包括还有接下来加息 最终可能还是会发生的 对吧 所以美元这边也可以跌不太动了 那这边缩表的预期 我觉得市场还是可以提前的预料一下的 因为这边很多主席已经开始在说了 要缩表 但是鲍威尔并没有给明确的态度 那我不知道这一次会议会不会 给出一些对吧 那如果每个月的资产 就相当于说每个月印钱的节奏 如果放缓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对市场来说 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对吧 那市场还是应该能够接受的 因为就像你小时候对吧 你每周给你一百块钱零花钱 那很多了啊 那给你五十块钱也一样 也是很多 对吧 也一样够用 对吧 那如果说从一百块钱减到五十块钱 那也可以啊 市场也可以接受 那只要不要全部断掉了 如果说一块钱都不给你 那可能就比较麻烦 当然我觉得美联储也不会这么做 只是一个幅度上 还有时间上 怎么样去应对了啊 以及市场的反应 可能比较关键 对吧 这个再跟大家说清楚一下啊 那就是今天我想讲的一些东西 看看今天这个两点 两点半啊 市场的反应可能会比较关键一些啊 比较关键一些 好 这边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 看看大家的问题 有同学又问到了高途 我觉得高途比较麻烦 本身他的公司的业务就在K to 12 对吧 K to 12的这个培训业务啊 那现在中国是直接把这个业务给砍掉了 因为政策性的原因 那他如果没有新的开展业务的能力 或是没有这个现金去开展业务的话 那可能就此就沉沦下去了 对吧 反而我觉得新东方跟学而思 有大量的其他的业务啊 就是跟政府所最近砍掉的业务 没有太大关系的 对吧 新东方学而思 他们本身就是赚钱的公司 有大量的现金 也可以通过这些现金去开发别的业务 我觉得新东方依然还是会 是接下来的龙头 对吧 所以我觉得新东方是值得长远的关注的啊 另外两个可能更多是跟辟虫 啊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干教育类的股票 也可能会很难受啊 高途 线上教育也起不来 然后呢 也没办法开设新的教育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点 往成人教育去靠 这个市场又太小了 对吧 Phillipsis是非常好的吃分红的股票 这个股票也不做短线的关注吧 就吃分红而已啊 迪士尼跌到区间下也很好的机会 昨天有同学问到 我说跌到区间下也在考虑 那直接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那就考虑呗好吧 DVN 很好的油气股 继续拿着 Upwork也是很好的 Geek Economic类型的股票 那最近的回调 我觉得是蛮到位的 然后这边疫情期间 炒作 到了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出现一个高点 然后回调 感觉这类型的股票跟Zoom是很大的关联性 我们看它两个股价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对吧 而且是有一前一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Zoom可能会涨得超前一点点 然后Upwork呢 也会涨得超 也会跟着一起走 但是呢 它的表现可能会 怎么说呢 向后慢几拍 向后慢个几拍 但同时我们看它最近的表现也是明显比Zoom要强 感觉Zoom就这么废掉了 对吧 但是这个位置可能有长线的关注意义 但是Upwork我觉得还是具有这个长远 成长性的这个动能 另外跟它一样的龙头 是这个叫Fiverr Fiverr我觉得估值各方面可能有点高 所以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Upwork 偏袒Upwork会多一点点 当然这两个公司 我都不太感兴趣 Lucy非常好 这个这几天都有期权的 这个我们也在我们的石盘区里面讲到了 这个是有非常好的期权的 期权的这种动能 大量的期权移动出现 是有短炒的意义的 包括这只股票 很喜欢有这种短炒的动能 对吧 尤其是最近也还有一些新闻上的带动 同时跟它同类型的 或同期我们看到会有炒作的就是这个QS 这也是一个电池 自动化的这个跟电动车相关的 但它不是做自动化驾驶 对吧 不是做电动车 是做电池的 对吧 那也是同样会有炒作 我们看最近很多的这类型的公司都有不错的带动 包括像Frisker 也是蛮蛮蛮蛮稳的 对吧 蛮稳的向上爬 还有另外一个是Ride 这种商业电动车 也是有些异动带动起来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值得不错的关注的 包括还有未来汽车 终于跌到35了 终于终于跌到35了 那就等30吧 30以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对吧 那我觉得有个别的美国本土的电动车 或者说电动车相关的 无论是自动化驾驶 还是电池类的公司 我感觉都有些机会 对吧 感觉都有些机会 Ride blockchain 这个也是没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Mara 还是比较喜欢Mara 可能Mara是这方面的龙头 可能比Ride blockchain要好一些 DraftKey 昨天有新闻 说要收购英国的一家 线上博彩类的公司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麻烦 收购方需要花费大量的现金 DraftKey 本身就没什么现金 只能通过发债 或者是换股票来进行收购 而且这个收购很有可能不成功 因为有这种跨国性 还有监管性在这里面 包括还有反垄断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DraftKey 确实是志向非常的远大 对吧 自己从很小 反向收购上是成长到现在这一步 然后包括现在要收购 别的国家的同类型的公司 那这个志向真的是非常远大 野心非常磅礴 但是我感觉股价可能会比较累 股价可能会比较累 包括之前的股东 对吧 早期的股东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也是意味着股价可能会被稀释 包括可能会发债 对公司的这个债务杠杆也会有影响 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吧 从而我觉得这个股票 本身我就不太喜欢 对吧 当然现在我觉得更加不值得关注 我觉得有带多带多更好的 像这个肝啊 或者是Gamble啊 这两只我觉得可能体育博彩类的 值得更多人关注啊 只是这两只目前 可能还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度 对吧 中国恒大 中国恒大就直接看港股的333吧 港股据说今天是不开盘啊 因为中秋节补休一天 但A股表现还是不错的 对吧 感觉中国经济没有受到恒大的影响的太多啊 感觉政府可能会介入 可能会有一个不这么差的一个收场啊 但是恒大最终还是会落幕的 对吧 最终这个还是会时间关系啊 最终还是会倒下去的 那是会让他倒的漂亮一点点 对吧 下面铺好垫子 铺好这个地毯啊 让他倒下去的时候 不要摔的这么惨 对吧 不要摔的自灵破碎的从而影响别的东西啊 呃 那迟早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最终倒下去的 但是不要去抄底这个股票啊 想要抄底这个股票 那我觉得真的是想太多了 对吧 找点别的好东西去抄底好不好啊 Blockchain没有说 这个MARA好 所以要关注同类型的股票可能还是MARA比较好 USD我觉得是可以在区间下延进行介入的 这两天也是非常多的抄底USD的单子 我觉得在区间下延支撑位置是非常好的 位置啊 然后最近除了刚刚我说的一些电动车激光雷达的 这些自动化驾驶也有一些异动啊 呃像这个LADAR BLDR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呃最近跌到6块钱 这个位置不破的话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潜伏啊 就是风险回报比比较不错的这种短线交易 呃 pop起来建好就收就可以了 对吧 建好就收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涨的话 反跌 那你要小心了啊 就出来 那如果说涨了 那建好就收啊 激光雷达类的 我觉得最近像这个Lumia 还有说的之前这个AI啊 这这两个是异动比较大的 这支VLDR啊 图形上我觉得就像这个下降楔形 可能会有一定的爆发 爆发起来之后 我觉得是见好就收的啊 因为图形上整体来说形态上还是不够扎实啊 魏宾慧也开始有些抄底的行为了 我觉得魏宾慧适合长线持有啊 12块钱买了做长线 我觉得是不错的 我觉得也跌到位了 对吧 跌到了20年 疫情期间的盘整区间的下沿 那我觉得12块钱这个位置是很好的价格啊 但是只能做长线的关注了 因为这个股票不要期待的说 能够马上回到2030块钱 对吧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但是我觉得长远来说 慢慢的会恢复向上啊 这个价格是很好的一个价格 呃 Sofia Sofia 这个是大制药公司 最近有太多的收购并购了 还是可能比较累的 对吧 股价上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呃 天然气 天然气期货 其实我们是非常明确的说过 5块钱以上逢高做空 只是我好像没有在公开课上 做过多的讲解啊 那UNG是有不错的 做期权的 买put的这种可能性 但仅仅就是做短线了 对吧 仅仅就是做短线了啊 我觉得到了一个极端的位置了 呃 Briston Meyer 是我比较喜欢的大药肠 最近也随着大盘啊 或整个生化制药的走弱 呃 有一定的回落 来到区间下沿 现在目前这个上涨趋势线 已经不太好使了 对吧 不太好使了 呃 如果能来到这些位置 58 56 54啊 那我需要看到有更多资金流的异动 对吧 目前没有看到 目前还没有看到啊 反而我看到了一些 像什么BHC啊 这些什么合成药的啊 包括还有日本啊 五田制药啊 这些我看到是有相对强势 对吧 TAK 不错啊 TAK不错 这个我非常喜欢啊 如果你喜欢这种制药公司的话 对吧 辉瑞制药再差一点点 再来来一腿差不多了 对吧 如果来到这个位置 43 42 我觉得很好的价格 差不多了 对吧 说不定很快就到了 对吧 很快就到了 关于大盘 会不会继续再跌 我觉得短期更多还是反弹啊 因为已经出现了超卖的情绪了 那反弹之后 说不定还可以继续往下跌啊 啊 反弹之后就要看 能不能走出更扎实的稳定的平台了 对吧 那目前我们看到都是很短的一些平台 像我刚刚说的 大市值公司目前是有企稳的状态 但是整体的一个趋势已经是转头向下了啊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这个趋势线啊 我们看这个趋势啊 那可能会反弹到这里 我觉得都不过分啊 都不过分 如果反弹到这里 我觉得都是符合下降趋势的预期 对吧 那这里说不定会有这样的反弹 反弹完之后呢 其实能继续再往下跌 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多还是做短炒 对吧 个股的行情 短波段的行情 中长期来说 我觉得就是下跌会是一个机会 无论接下来 能不能踩住最近的几个关键的低点 我觉得最近大盘啊 接下来大盘都是长线的很好的机会 如果踩住了对吧 那就确认了反转了 那如果踩不住 那可能还有更低的位置啊 那下一腿的回调 可能会是更好的长线的介入机会 如果有的话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 那等确认之后啊 等确认之后 我觉得这里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 对吧 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 好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那么多 时间关系的话 马上开盘了 啊 我们留到明天早上 再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动跟讲解 想要进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irst trade的客户专线 以及电子邮件 chineseatfirsttrade.com 官商微信服务号 firsttrade 横杠1985 服务华人30多年老白券商 真正意义的美容券商 大家可以扫码关注啊 扫码关注 好 那明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我们在不见不散 这边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交易日 until next time trade green and stay powerful 拜拜